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服务贸易的产业化 品牌价值的国际化 这一系列期待改善的问题 要走出国门就得一一破阶 曹阳 中国针九针的龙头企业掌门人 此刻他正在查看流水线上的画陀牌银针 这是2018年最大的一笔海外订单 一千两百万只针九针正在加紧赶制装箱 准备飞往美国 这家老厂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 就像小小银针起名画陀一样 都透着点淡淡的古运 画陀 东汉著名医家 精通内外富儿及针九各科 尤其擅长手术被后人尊为外科鼻祖 而针刺之术则可上述至实际时代 这种古老的疗法历经数千年验证 材质也从石针 古针 青铜针 铁针 金银针 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不锈钢针 皇帝内经灵书已详细描述了九针的形态 以及每种针据所对应治疗的疾病 如今 随着针刺疗法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 针九针的生产也必须有一定之规 针体牢固度 穿刺力对针九针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穿刺力一般就是指针你尖不尖 容易不容易竞针 那么一般是这样 穿刺力越低 就说明实际上它是穿刺皮肤的能力越强 对病人来说痛感越小 为了保证传承数千年的针刺疗法安全有效 上世纪八十年代 曹阳参与制定了我国首部针九针的国家标准 让他没想到的是 到了二十一世纪 当针九疗法走向世界时 中国老牌针具企业却遇到了巨大挑战 受中华文明影响颇深的韩国 率先向国际组织提出 要制定针九针的国际标准 2008年的世界针九联合会在韩国召开 曹阳以顾问的身份参会 当听到韩国临时提交了一份提案 要求制定针九针的国际标准时 曹阳非常震惊 在表决的前夜他给国内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当时就跟国家医药管理局 然后还有世界针九协会 世界针联的领导我就打电话 打了两个小时 大概审认电话都没有电 打爆掉了 十点多我记得在充电的时候 国内电话来 说我们不能牵制 韩国的这次突然袭击并不是偶然的 全球针九针一年的使用量约为60亿支 并以每年5%到10%的速度增长 虽然中国以低廉的价格 一度占领了国际市场一半的份额 但是国内的针九针生产行业两有不齐 而韩日两国则凭借技术优势后来居上 国际市场逐渐分天下之势 曾九针在最早起案的时候 确实各个成员国之间是有竞争的 那么谁作为曾九针的发起人的话 他潜在的就有一个掌握标准的 引领权和主导权 那么其实也有企业的利益所在 也有国家的利益所在 我们现在针九已经180多个国家 他都有开始用或者被认知 这些针九啊 这些器具的消耗会有量非常大 如果你制定了这个标准 掌握了这个标准 你的产品就会在世界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有更大的一个竞争力 韩国的一次失败的抢注风波 惊醒了中国针九针行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决定 由曹阳所在的苏州医疗用品厂 起草制定国际标准 200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宣布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 这是中医药标准化的一次巨大突破 日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2182014一次性使用无菌针九针标准出版 今后一次性针九针的使用将会更加的规范 一次性使用无菌针九针标准成了该委员会通过的第一个国际标准 这个在海牙召开的重要的表决会议 曹阳至今记忆深刻 我作为W第三的项目负责人向大会报告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韩国人他们也不顾国际的那个惯例 这种只冲上来抢话筒 然后一边说这个是应该他们来制定 最后在进行会后投票的时候 除了韩国所有的包括日本全部投中国 所以当时全场实际上响起了很大的掌声 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 一次惊心动魄争夺治标权的风波过去了 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按照ISO国际组织的标准流程 指标单位必须通过委员会讨论询问等七个阶段 在收到成员国专家的259条不同意见后 曹阳团队花了四年多时间反复试验和论证 最终对真体真柄牢固度 真的穿刺力 真体弹性硬度 灭菌等12项指标进行了规定 2014年2月正式向全世界发布 这一次小小银针捅破的不是一张薄薄的铝箔纸 而是阻挡中医药走出去的那扇厚厚的门 眼前这个自动化车间在2018年共生产了18亿支针灸针 平均每一秒就有3000多支化脱银针走下流水线 2019年的订单也排得满满的 如今化脱银针产量每年保持30%的增长 出口的国家从15个增长到27个 这个管车基本上都是国外使用 它可以防止交叉感染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以后 实际上的产量提高10倍到20倍 ISO的标准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这也是ISO我们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促进产业发展 实际上的标准引领它带动了技术创新和装备的自动化 我们现在觉得是完全非常值得的 因为一方面就是要通过保证质量来提高产量 同时实际上是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向前发展 中国制定的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标准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加拿大 荷兰 澳大利亚 英国等国家 已把它作为自己的国家标准 此外 单身种子种苗 三棋 爱叶等ISO中医药国际标准 也相继出台 截至至2019年3月底 ISO中医药技术委员会 已经发布了41项国际标准 还有45项已经正式立项 正在制定过程中 国内现在很多的企业 已经把这个原来从以价格来去争取市场 转移到我们以什么我们的质量 我们的标准 我们的品牌 来去提高它的一个国际市场的一种竞争力 因为只有你的品牌 只有你的质量 只有你的标准才能够真正奠定 你在国际市场的一个长期的 或者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上海雷允上药堂始建于1734年 将近三百年后的今天 雷允上品牌仍新火相传 家喻户晓 尤其是镇店之宝六神丸 已过百岁生日 雷允上六神丸 诞生于1862年 相传为雷氏家族的祖传艳芳 是中医温病学派的经典用药 因由六味中药组成 故约六神丸 其功效为清热解毒 消炎止痛 在抗生素还没有被广泛使用的年代 六神丸凭借其消炎解毒之神效 而鸣声却起功不应敲 鸣声却起以后 自作达到了一个高峰的阶段 当时不仅有许多车 在产门客排队要取药 还有许多人提着线款 在这来取药 你提着线款也取不到药 就是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拿到货 六神丸 是目前全世界最小的丸药 每一千粒的重量 仅为一千 也就是三点一二五克 饭丸师傅将六味药材 研磨后的药粉 通过不断的湿润 添加 转动 逐步增大药丸的体积 太大太小都会被淘汰 筛选出大小均匀的丸药后 经过修饰 丸药表面致密光洁 色泽一致 如此微小的药丸 全靠人工制成 需要六七个小时 成本高 产量低 张雄毅也曾考虑过 用现代化机械 代替手工制药 但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做了个对比 手工制度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耗材 这里基本上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 它的耗材大概要百分之二十以上 高温的处理 高温的呢 如果我们这个药材一经过高温 就是有效成分多流失了 六神丸的微丸技术 确有无法替代之处 因此它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为了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百年六神丸将目光转向了用户体验上 为了方便患者使用 上海雷云上将包装从一百粒一瓶 五十粒一瓶 改为了十粒一支 六支一盒的包装形式 十粒刀用下来呢 其实呢更提及用户的需求 一个是服用方便 一个是携带方便 因为它这个六神丸的比较小 你一粒的锄 等你锄到第十粒了 前面一滚掉了 与六神丸相似 三色膏也是上海响当当的名防大药 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 它是上海著名的中医流派 实时商科的独门膏药 主要用于治疗筋骨损伤 历史上京剧名家盖教天 在演出中摔伤骨折 三色膏助其快速康复 重回舞台 一时传为美坛 鼎盛期 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 骨伤科患者 都在适用这般膏药 然而百余年过去了 风靡一时的三色膏 一度跌入低谷 因为它是胰膛之类的东西 调制的 那么特别是 贴好了以后 那么出出汗 那么它就容易 这个胰膛会融化 那么融化了以后 我们就站在阴府上面 包括有些在中国的外国人 来看病 用的觉得这个药膏很好 但觉得他要用在衣服上一塌糊涂 外国人觉得这个没办法接受 时事商科的三色膏 委托上海雷允上 进行改进和工业化生产 为了适应现代人的要求 雷允上在国内 率先引进了日本的八步膏生产线 将肤膏改成了八步膏剂型 并命名为 富方紫晶销伤八步膏 这也是中国第一款八步膏剂型的中程药 八步膏呢 它有很多优点 也比如它的载药量呢 就很大 然后它呢 因为对皮肤的清合性很好 所以它的过敏率是很低的 同时呢 它可以反复接贴 没有疼痛感 因为它是最后呢 用于低温制剂的 所以它对这个 有效成分的保留也非常好 当年的雷氏 石氏等中医史家 也许从没想过 百年后的六神丸 三色高 仍在延续香火 而它的后人 还在努力探索 如何让传统中程药 能为世界更多人所用 胆宁片 源自海派故事外科的艳方 疏肝利胆 清热通夏 是肝胆疾病的常用中程药 2016年12月15日 胆宁片获准在加拿大上市 这在医药行业 引起了很大反响 因为在此之前 很少有中程药 在西方主流国家得到认可 中药副方产品的 药效物质不轻 作用纪律不明 是导致西方 对中药有效性 安全性 不是很认可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胆宁片能够取得成功 是很不容易的 詹长森 上海荷黄药业副总裁 负责胆宁片的研究开发 从筹备胆宁片的注册工作开始 到获准在加拿大上市 詹长森团队花了三年时间 这些时间不仅用于研究了解国际规则 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国际标准 大幅提高生产的精细化程度 比如严格定量控制有效成分 比如提高重金属 农药残留和微生物的检测标准等等 在质控方面 它特别重视的是质量一致性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中国药典的基础上 进行的质量标准的提升 重要产品这个国际注册 最重要的就是要 以中药现代化的成果作为基础 质量决定品牌 质量是一个产品的生命 过去的中药的质量 它的控制还是比较粗放 主要是凭经验观察看外形等等这些 那么这个明显还是不够的 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它就一定要要求 你的质量是可以控制的 成分是恒定的 一定要有很好的科学的办法和技术来控制它 所以这些都要求我们整个的质量控制的技术 要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潘奇是迪拜中医中心的负责人 这个离著名的帆船酒店不到一公里的诊所 有个更特别的名字叫海上中医 但事实上潘奇并不是中医 他之前的身份是外企高管 做的是能源物流 转做中医药这行完全是跨界 其实我加入海上中医 是完全是因缘巧合 或者是命中注定会有这样一段很神奇的经历 我们的发展一定必须是跨界的 整个的 在市场上要做开来 那么仅仅靠中医 那肯定是不够的 上例 上海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促进中心的主阵 自2013年起 这位中医博士带领团队 成立海上中医国际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迪拜中心就是其海外连锁的诊所之一 此时的上例 正在物色有海外市场经验的管理人才 在迪拜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潘奇 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深岸市场的潘奇表示 要做好迪拜中心 就必须把中医诊疗当成一种高端定制服务 服务是什么 服务是一种体验 我们要让提高客户的体验度 包括房间里 由于它的颜色或者灯光 能够提高它治疗效果的一些小器具 我们其实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来熏调这些东西 海上中医迪拜中心 对每个就诊细节都制定了规范的服务流程 从患者推开诊所大门的那一刻起 谁负责接诊 谁负责送电梯等都会写进流程中 更重要的是 潘奇要求每位员工都亲身体验一遍诊疗过程 包括他自己 眼前这些罐子叫五行罐 用于中医拔罐疗法 由于迪拜当地 肥胖三高等患者不在少数 因此拔罐减肥 是海上中医迪拜中心颇受欢迎的诊疗项目 为了让患者体验度更好 潘奇自己第一个尝试 体验了整个治疗过程 三个月的时间 潘奇从114公斤 成功瘦身到91公斤 虽然减肥效果明确 但他也发现 拔罐后留下的印痕 容易让国外患者产生疑虑 为此 他特地制作了一张 拔罐印痕示意图 让医生解释给他们听 阿卜都今年41岁 来就诊时 体重高达115公斤 他曾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 效果都不理想 在决定动手术之前 最后一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来看中医 没想到经过一个月的拔罐治疗 他成功瘦了13斤 海木旭是一名飞行员 因为肩膀疼痛来海上中医敌拜中心 进行针灸和推拿治疗 治疗间隙 根据他的体制 工作人员用中药萃取机 为他制作了一杯 由党参 福灵 山药配物的 参灵化湿茶 相比传统监主 这杯养生茶既保留了中药精华 又省时省力 海木旭没想到 喝中药竟然可以像喝咖啡一样简单 据统计 海上中医敌拜中心 开业至今已有一千多名患者再次就医 其中70%是本地阿拉伯人 除了研究当地人的健康需求和就医习惯以外 海上中医在服务上有更重要的突破 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吧 就是我们第一次在中东地区带来了一套完整的 现代中医检测风险检测系统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它把一些我们传统中医的整疗方式进行数据化的处理 在每家海上中医 都有一台以中医理论体系为基础的健康风险检测设备 通过伺诊仪采集患者的舌相 面色 声音等信息 以现代化的望闻问切手段 对患者的体质和健康问题做出初步判断 并给出数字化的体检报告 实际上就是如何来探索望闻问切 它这个数据的标准化 当然也有一些人讲 这个施政医不一定是很准确 但是我认为我们有出到戏就不得精准 那么这个形成的经验 它就可以可复制可退化 在海上中医迪拜中心 患者可以得到远在上海的名专家治疗开放 因为迪拜中心提供远程门诊服务 除了诊疗 上海总部还会不定期请专家 为迪拜患者科普中医之事 教他们简单的防病和康复手段 阿布都拉今年24岁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 颈尖疼痛长期困扰着他 为此海上中医上海总部 邀请了推拿课的专家 为阿布都拉提供远程门诊服务 用现代科技演绎传统经典 打造一个现代的中医健康服务机器 应当把中医药服务 特别在服务贸易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上 要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据了解 上海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促进中心 已经在德国汉堡和阿联酋迪拜 建立了两家海上中医中心 目前正计划向意大利、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家拓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推算 世界中医药服务市场估值为每年500亿美元 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 能否在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之地 有挑战更有机遇 在我看来 现代两次就是要利用现代技术 和传统中医相结合的这种模式 来提供现代的 被现代人所能接受 所能理解的医疗健康服务 中医有人说这个基层没有创新 这个是不对的 中医始终是在不断地基层不断地创新 基层不离构 创新不离中 我们要尊重中医药的基本理论体系 中医药的传统文化的思维 又在声音 现在大健康的服务当中去创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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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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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